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上我们二月的最后一堂课 我们请丽玲老师带领我们笔法进阶的第二部分 有请丽玲老师 大家早上好 小薇老师早上好 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继续来学习我们这个笔法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笔法 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沟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了一部分 那么其实沟有很多很多种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一个笔叫做 横者沟 写这个横者沟的时候 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横 横要比较细一点 勾这个树 树化就比较粗一点 而且这一个要短 这一个要短 上面这一横要短一点 来到这边一个折笔 折笔的时候你稍微按一下 按一下 然后有一点力道 然后就是往下 他有一个斜度 不要写得太直 不要写得太直 他有稍微一点斜度 来到这边利益利笔 停一停 利益利笔 利笔的目的就是转我们的笔锋 然后就停的这边就出去 出去 我们写一些字是有关于这一个的 按一按 很要稀 利利笔 在这边停顿一下 转笔锋 往下 这边稍微一点力 可以粗一点 停顿一下 粗笔 是一个例子 有关于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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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第二个我们要写的姿势 一个D字 这个是D字 D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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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个字的时候 注意的就是要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你看这个有一个呼有一个应 一个向右边一个向左边有呼有应 然后横你要写的比较细一点 这边有一个折 这边短,不要写得太长,这边要写得短一点 还有这边就是一个短数,也是不可以写得太长 所以它的那个比例,要平均,要平均,要差不多很平均的 这个是中间,要正中 注意它的斜度哦,你看一个斜度,不要写得太直,不要写直直这样哦 好,我们再写第二个笔画也是钩,这个叫斜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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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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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勾的写法注意 上面有点圆的 在这边立立笔也是转方向 往上勾 这个勾的写法 这个勾的写法 写这个勾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写的没有力这样 这边不要写的很弱这样 这边是要有一点力道 这一段 写下来的时候 那个弯度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弯度 写这个勾的时候 最不要记得不要写成这样 不要写成这样 不要写成完成这一个角度 要注意大的角度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字 代替的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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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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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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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